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西伯来书第十天 西伯来书九章一至十节 至圣所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目 因为有预备的账目 头一层叫做圣所 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柄 第二曼子后又有一层账目叫做至圣所 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 柜里有成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牙的帐 并两块约板 柜上面有荣耀基罗伯的影照着诗恩座 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 众祭司就尝尽头一层账目 行拜神的礼 至于第二层账目 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 没有不带着血 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圣灵用词指明 头一层账目仍存的时候 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 那头一层账目做现今的一个表样 所现的礼物和祭物就这良心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这些事连那饮食和珠般喜酌的规矩 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 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这一段经文首先带我们回到旧约时代 人到神面前敬拜他时 所必须遵守的条例 经文开宗明义地说 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目 前约是指旧约时代 礼拜的条例就是 人到神面前来敬拜他 亲近他的定规 属世界的圣目指的是 当时看得见有形的会幕或圣殿 圣目有两层 头一层是圣所 祭司代表众百姓在这里 进行所有敬拜神的礼仪 然而第二层至圣所 却不是一般祭司可以进去的 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 在赎罪日可以单独进去 并且是战战兢兢地进去 带着为自己和为百姓赎罪的血 来到神面前 至圣所是神同在的所在 十恩座是他的宝座 圣经明说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 旧约时代更有人因着不解被击杀神前 因此大祭司尽至圣所朝见神 是战战兢兢的大事 这也提醒我们 今天虽然在新约时代 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 透过他的宝血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师恩宝座前 然而我们会不会因着这样的恩典 每一次敬拜亲近他时 反而轻轻忽忽地失去战兢敬畏的心 这一段经文还记载了 在至圣所里有约柜 在约柜里存放着三样东西 成玛纳的金罐 亚伦发过牙的杖和两块约板 约柜既称为约柜 这柜子里存放的东西必定与约有关 这约是神与人所立的约 成玛纳的金罐 纪念神及时丰富的供应 即使是在出埃及旷野的路上 那么艰困贫乏的景况下 主照样有丰富及时的供应 亚伦发过牙的杖 纪念神的拣选 他的恩赐和选照是不后悔的 不论人怎么看你 我们的价值是在于他不后悔的拣选 两块约板纪念神与人的立约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清楚记载这十版 神要摩西将这些话写上 因为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 神把这些存在约柜里 因为直到如今 他仍是守约诗慈爱的主 天父上帝谢谢你 因为你是守约诗慈爱的主 我全心向你感恩 导读神的话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至七节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 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至父及子 直到三世代 Amen Amen 是的 主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你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你总是那么温柔地等候我们回转归向你 因为你向千万人存留慈爱 你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 Amen 主啊 你向千万人存留慈爱 而且赦免我们的罪 这是你的特质 你就是一个怜悯 而且施恩给我们的神 也让我们罪可以得赦免 主 但是你也是一个公平正直的神 各方面都显出父神的荣耀来 Amen 是的主 你是恩典有慈爱的神 你不轻易发怒 你总是笑脸帮助我们 Amen 你的慈爱从亘古旧有 直到千万代 感谢主 从古旧云文立约 为我们存留慈爱 直到永远 Amen Amen 是的主 你为我们存留慈爱 直到永远 愿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帮我们一切的需要 软弱 无助 和我们的开心 我们都来告诉你 Amen 因为你有丰盛 你有慈爱 你爱我们到底 Amen 是的主 你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实在其妙 使我们受益 但是主 你也有你的公义 让我们不要对罪不以为然 让我们能够悔改 离弃罪 因为不悔改的必不得救 Amen 是的主 你说不悔改的必不得救 因主 你是圣洁公义的神 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并追讨他的罪 至父及子 直到三世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